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 关键是要能获得直至上部天线处的可靠的测量结果 超声波的问题在于 声变换器将一个扬声器和一个麦克风急于一声 在它发射信号时 它无法接收任何信号 会形成一个盲区 恰恰是在有极高一流风险的应用场合 超声波不一定适用 但是 如果使用雷达传感器 便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传感器在发射信号的同时可以接收信号 这意味着不存在盲区 可以一直测量到传感器上 对于测量点 盲区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里有一个水容器 我现在拿着传感器越来越接近水表面 可以看到 当我接近大约25厘米的盲区时 传感器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 这说明 它不能正确检测这一近距离区域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容器会一流 接通雷达传感器 在发射信号的同时就能接收信号 因此 传感器可以测量到天线的近旁 哪怕当传感器一流时 也可以可靠地测量线位 这说明 用雷达传感器来测量 要比用超声波仪表可靠地多 我曾听说过 用雷达可以穿透塑料进行测量 是吗 是的 我在这里使用和这个容器相同的材料 微波雷达信号可以穿越该塑料表面去测量水的表面 而无需与介质直接接触 当然 对于侵蚀性介质来说 这当然是理想的选择 因为您不必担心传感器是否具有较高的耐化学性 尤根 非常感谢 也感谢您收看 另外 如果你们想知道面对附着物和沉积物的表现 请直接观看下一个雷达与超声波之比较视频的其余部分